哈喽 哈喽 我们跟大家打招呼 我们今天要去安定复诊了 HIGH GOLOG 用云台应该是稳定性还行 就是忘了带那个话筒了 所以可能收声不太好 大家见了 谢谢 谢谢 请到左侧插入证诊卡 请回对个人信息 并请点击旗号 请请回对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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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请请请回对付方式 你若在认为会有点紧张 可能 Gabel yıl mountain 然后睡凉要时的醒了 醒了以后呢 用咪咪灯灯头特别晕 你俩箱一下 我们俩箱一下试试吧 好 好 好 还是中午下午哈 要中午下午哈 嗯 就是之前不是挺低落的嘛 然后最近不是好一些的嘛 就觉得没有那种特别低落的感觉了吧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 比如说一到瓦上了 就觉得哎呦 饭气十足 就老想干活 就热腾的折腾半熟 然后也是睡着 但是你进来 连过这个跟 就像过来就像过来就像过来 等下 对对对对 我是跳舞的对 这么快点 好 好 好 十一点多费得要让 我都费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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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十点十一点就进来了 哎好 谢谢娘 哎谢谢妈妈 哎大安姐 来点 走 请选择找费项目 请选择接送方式 哎 好嘞 谢谢 好嘞 今天的复诊vlog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看的开心呢 各位就可以三连来支持我一下 然后就可以下车了 因为我知道 点击这个视频看的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关注我的小可爱 一直比较关心我的病情啊 然后想知道我最近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对吧 嗯但是今天我还是要出一期不一样的视频 虽然这个视频经历了很多的周围的朋友的劝阻 让我不要出这类的视频 一个是这类的视频 没有什么意思 然后收重点又太窄 但是我还是想出 所以接下来内容呢 我只是凭我自己一腔热血来做的 可能呢会有些无趣 可能呢有些沉重 然后有些冗长 甚至于有些杠 如果不想再看下去呢 可以直接退出 但是记得留下三连啊 如果呢 你做好心理准备 打算陪我继续 那么我们接着开始 首先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在2017年12月15号 确诊的抑郁症 然后到现在两年半的时间了 期间呢 我经历了抑郁 焦虑 最严重的时候转向了双向情感障碍 然后无数次的自残痛哭流涕 彻夜难眠 但是一直坚持着吃药复诊 从来没有放弃过 虽然病情反反复复 是好是坏的 药物的副作用也很大 但是我也一直坚持着 我相信我迟早会好起来 也希望看这个视频的患者 能够向我学习 坚持下去 坚持就是胜利 但这个视频更多的 我是想向那些 没有抑郁症的正常人 来解释一下 你们所看到的 对抑郁症患者的一些误解 如果你们能看到这儿 我相信你们也看了之前我 拍的这个复诊的vlog 其实通过这个vlog 我只能得出其中一个结论 就是 安定看的人真多 可能你们看这个视频 觉得并没有多少人 但我想跟你们说 这个是疫情期间 最长可以看两个月的药 也就是说平时一周复诊一次 或者一个月复诊一次的人 两个月才来一次 这也就大大的分流了 这个在医院的人群 一般的人应该会觉得像这种 安定医院 它又不像是综合医院 什么病都看 它只看精神类的疾病 可能人病不多吧 但是呢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今天这里的后诊的人 可能也就只有平时的三分之一 甚至四分之一这么多 现在的位子是隔一个人做一个 隔一个人做一个 以前人爱人的都做满了 然后所有的你能见到的空间上 都占满了人 真的是人爱人人挤人 而且咱们想象一下 能够在这里老老实实做着后诊的 其实大部分不是我们印象中那种精神病 就我来看病这两年半 我一开始是一周复诊一次 后来一个月复诊一次 然后疫情期间是两个月复诊一次 我来了这么多次 我见到太多大家 印象中的所谓那种精神病 他满地打滚 然后自食把乱叫 十几个人都控制不住他们 大多的时候他们周围会有 很多很多的病人家属陪同 然后还得出动几个医院的保安 一块架着他们 才能控制住他们 这些人可能才是你们大众心中 需要看病的患者 而在这老老实实在我视频中出现的 老老实实坐在那一脸平静的 甚至笑呵呵的 玩着手机 谈笑风声 打着哈欠等待的人 后诊的人 可能在大家眼里看来很正常 甚至在我自己一个患病的人的眼里 我都觉得他们很正常 这就是今天我要问抑郁症患者说的问题 就是抑郁症 首先它真的很普遍 而且抑郁症也不是大家 所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其实得这种精神类疾病的人 并不像大家所想的那么稀有 这种情况还是很普遍的 就像前几天我看某呼的时候 有人都说说我们B站人均抑郁症 其实这个人均这个词 听着还是挺刺耳的 可事实上其实就是这样 得病的人很多 此时此刻在北京的 然后意识到自己心里有问题 然后并且愿意看病的 并且刚好这个时间来看病的 可能只占了这么小小的一部分 也就是视频里呈现的这一部分 还有更多的人 他们可能前几天来复诊的 可能上午来复诊的 可能不在北京 在别的医院复诊的 甚至于还有更多的人 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这个毛病 还有更多更多的人 他一边意识到了 他也并不想来看病 他没有意愿来看病 再来说说这个 一直被污名化的这个抑郁症吧 当然了啊 有太多太多的人 他借着抑郁症的这个旗号 给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洗白 导致大家一直觉得抑郁症 成了一个笑话 成了一个梗 甚至成了一种财富密码 但我今天讨论的呢 不是这个类型的所谓的抑郁症 而是那些真正隐藏 在你们看不见的地方 真真正正得了病的抑郁症患者 之前呢有一个大的很大的up主 发过一次他自己得了抑郁症的一个视频 他的视频呢就整体就轻松愉快 然后激情满满的 每次看他逗乐的时候呢 你都会让人觉得特别开心 但是每一次大幕和评论里都会看到一句话 讲个笑话 这人有抑郁症 我在这里不讨论那位up主是否是真的有抑郁症啊 因为我也不是大夫 我也不能对人家的这个病情进行什么探讨 但是我只是想凭自己的一己之力告诉大家 其实抑郁症并不像大家所想的那么简单 他并不是你用一双眼睛就能看清楚看透的 这是百度百科对抑郁症的解释 咱们一句一句来看啊 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 什么叫障碍啊 卖不过去的东西 或者阻碍你卖的东西才叫障碍对吧 就说明他抑郁症不仅仅是一种情绪 而是已经成为了一种障碍 影响了你正常的工作学习生活 然后临床可见心境低落与其处境不相衬 什么叫不相衬 就是像比如大家会看到一些明星有名望有钱 自身的长得也漂亮也帅 过着特别光鲜亮丽的生活 比起在社会底层辛苦工作的 然后那些穷人要幸福太多太多了 那他们凭什么得抑郁症 这是大家很普遍的一种想法对吧 这就是外人觉得的心境低落和处境不相衬 但是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这就好比 假如有一天你肚子突然疼起来了 你周围的人呢 对你就产生了很多异样的眼光 就跟你说 你天天吃的比我们都好 你平时有个肚子疼 我想我这样说 大家是不是就能理解了 抑郁的消沉呢 可以从闷闷不乐到悲痛欲绝 自卑抑郁 甚至悲观厌世 可有自杀企图和行为 甚至发生木僵 部分病例有明显的焦虑和运动性机遇 严重者可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症状 这些主要讲的是什么 这是抑郁症的一些症状和一些严重性 这也告诉我们抑郁症其实并不是单纯的心情不好 也不是矫情也不是交集 他每次发作至少持续两周以上 长者生活数年 多数病例有反复发作的倾向 每次发作大多数可以缓解 部分可有残留症状或转为慢性 这段又告诉我们什么呢 抑郁症持续时间之久 可以达到反反复复来折磨病人的程度 我们还拿肚子疼来举例啊 就是如果你肚子疼一天疼两天吃了要好了 只要不再翻病 你就可以告别肚子疼了 你觉得这只是一个小毛病 但如果你的肚子疼像影子 如影随形反反复复 持续两周以上甚至几年几十年 天天你肚子疼 在你刚觉得不疼的时候 你刚刚觉得好了 你觉得有希望的时候 他又开始疼他又腹发 翻来覆去折磨你几年几十年 甚至一辈子 即使你治好了肚子疼 也会头疼 也会胃疼 也会拉肚子 甚至呕吐 有这些残留的症状 那你还觉得肚子疼只是简简单单的小毛病吗 所以抑郁症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轻松 但是为什么有些抑郁症患者 直到自杀前 还会在大众面前表现的仿佛一个没事人一样 乐观开朗 积极向上 我认为这是一个大众对抑郁症的了解不够多的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抑郁症 它这个自宣的这个病的症状的一个体现也是这样 抑郁症具体症状 我们在网上随手一搜 就能搜到一大堆 这里我也不赘述了 但是我想说啊 不一定有这些症状的就是抑郁症 但是抑郁症一定会有这些症状 在这呢 我也不想脉残 我也不想不同情 不想跟钢筋展示我的裁缝密码 我不想说那些患病的时候受到的痛苦 我也不想提起我曾经患病的时候的那些痛苦 因为太痛苦 让我真的想起来都害怕 我不愿意去回想 也正是这种情况 导致一部分人会刻意掩藏自己得了抑郁症的情况 一方面是太痛苦了 不愿意去想 它主观的从心里头就聚派 还有一个方面呢 就是觉得别人可能不理解我 会误会我 会瞧不起我 他被误解呢 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抑郁症病人会有强烈的自我否定情绪 这种情绪会让抑郁症的病人害怕跟人沟通 怕被人另眼相看 而越不与人沟通 越会造成周围的人对抑郁症的误解 所以患者就要在旁人面前更加表现出自己的活力 让自己显得特别的正常 没有得病 其实殊不知这种伪装 其实已经用尽 甚至透支了患者所有的力气 这也就是我之前所说的 为什么一些抑郁症患者在旁人眼里看来那么正常 甚至比我们都要快乐 都要活力十足 这也正是为什么一些人 会对一些抑郁症患者自杀后才产生那些后知后觉醒悟的原因 说起自杀这已经是抑郁症最严重的结果了 但不代表没有自杀 自残倾向的人就没有抑郁症 抑郁症就仿佛一条看不见的巨大的黑狗 一直沉沉的压在患者身上 直到他推逝了这名患者 周围的人可能才会意识到 原来他得了病 看到明星一次次因而抑郁症自杀 而周围有那么多的人 他们戴着面具演着戏 一步步走向深渊被黑狗推逝 我们却把自己所有的恶意 对准身边那个看起来条件不错 却抑郁寡欢的人 或者是网络上一个看起来开开心心的 所谓抑郁症的患者 我们把自己所有的恶意去 强加给了这些你们看起来可能会很正常的人 这是我第一次拍视频正正经经的写稿子 但是写到这里我心里极度的难受 我写不下去了 我只是亿万抑郁症患者中幸福 而又幸运的一个人 我能够发视频为自己发声 我有疼我的家人和爱我的观众朋友 我在两年半的治疗时间内 从来没有放弃过自救 在跟抑郁症斗争的两年半内 我幸运的占据了上风 可是还有那么多的人 他们不被人理解 甚至会被人嘲讽 他们没有人支持 没有人陪伴 只能自我疗伤 他们奋力的斗争 却最终难以战胜 所以希望有看到这里的大家 能够发一条弹幕 就一句 我们懂 理解 有的时候比什么特效要都要珍贵 谢谢大家能够理解我们这些 被污名化的真正的抑郁症患者 最后再对抑郁症患者说一句心里话 我知道你们此刻进入了一个狭窄有黑暗的隧道 零零星星的灯光 无法将你们的痛苦的内心照亮 但是相信我坚持下去 不要放弃自己 终有一天 我们会走出这个隧道 迎来明媚的阳光